ㄟ我是不是要先開廣播阿 喔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好看到齁 阿那個我們上一節課 就是 主要講的是什麼啊 主要講那個歷史嘛對不對 然後做了一個那個貓狗識別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已經會用 人家冠軍模型 阿不見得是冠軍啦 就至少經典模型然後把它套過來 然後就可以做我們的任務做得不錯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 可是我們現在就有個問題阿 那我們不能老是要抄別人啦對不對 我們如果要自己設計網路的話 我們要設計成什麼樣子咧 所以我們 我們就要看一下那些網路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我們現在知道的設計原則應該只有直通通道吧 就設計recidual connection 或者是dance connection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個反正理論問題大概都解決得差不多了嘛 那 我們這個 現在我們就是要學這個 model的這個結構怎麼去設計 阿這個齁 這個你如果去假設你去研討會的時候 然後你去問人家說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是他可能demo很多有的沒的 然後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的model結構是怎麼設計的 他們通常都會說 喔我最不想講這個 因為他沒有辦法保證他自己的model結構是最完美的 你懂我意思嗎 他可以提出很多很好的概念 但他確定model結構是最完美的 這件事情齁 對所有人來講應該都做不太到 所以現在沒有一個公定版的 怎麼樣model比較好 所以這個東西齁就 很多人就講說他是很有藝術氣息 就是看你設計好不好 就是看你有沒有藝術天分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沒有什麼弱鐵則 去規定說我們就要設計人怎麼樣 只有一個可能比較好 然後他還在演進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把這個鎖小一點好了 好我們先看那個2012年的AlexNet 是我們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深度學習突破最重要的研究 對不對 現在被引用幾次了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 來猜個數字好不好 好 三萬Jill 快到三萬七了 好 那這個 那他的網路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網路怎麼設計好了 他的網路一定是 沒有 現代的觀點就看他那個網路一定是蠻差的 可是我們看一下他網路開始怎麼設計了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一層 他是做 先做convolution 再做Radio 然後再做LRN LRN LRN是Low Core Response Normalization 這個我已經講過 他現在大概就不會有人用了 就是大家現在大家如果要Norvolution Don't Bench Normalization 比較不會用這個了這樣 好 那他這邊 這邊有哪些地方需要參數 這個convolution是不是需要參數 他 Kernal Size是11 這代表什麼 他是用11乘11的這個卷積核 去進行卷積的 不符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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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每4格才做一次卷積 對不對 所以特徵圖會縮小成1分之1 這樣懂意思吧 好 接著fighter的數目是多少 是96 好 group的2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參數 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什麼叫group的2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圖像的input size 224乘24乘3 這個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好 那他的output size 就是下一層的input size 對不對 24是不是被四分之1了 這個四分之1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前面的這個4 這樣不符為4 對不對 好你會說這個11 不是也要減一些嗎 因為他們的網路都有padding 好不好 就是從2012年 就是我們在之前就是有交過padding 對不對 現在你看到網路如果 尺寸是11 那padding就一定是 5這樣子 就是 因為這樣就可以把5加5 就可以把10底消掉 那這樣他就這樣當然是1的size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 我們padding都不寫喔 但是padding都存在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那接著 這個 他原來的input size的特徵圖是3 這是 red blue跟green 對不對 那 他因為fighter數是96 所以他就 他就 他這裡就96 就 他的特徵圖數目就96 這樣可以接受齁 那接著 做max pooling 做max pooling 他很特別的是 kernel size是3 乘3 然後stread是2乘2 所以這代表會overlap的max pooling 對不對 這個是 lxnet他比較特別的設計 就之前我們做那個max pooling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不會讓overlap 這個可以齁 那overlap完之後他是不是就剩28x28x96了 好 所以 所以 基本上下面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的parameter size是多少 是不是你 你input的那個 東西 總共要11乘11乘3 因為這樣根據他的特徵圖你需要3個 對不對 然後96個 對吧 好 這邊有除2 除2是這個number of group 好 所以這個group 這個group我們等一下最後講 這個group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這個我們之前都 我們之前的那個 手寫數字辨識沒有用過group這個 沒有用過group這個參數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那依此類推繼續下去 我們應該就可以 這個整個網路的架構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應該不會看不懂 對不對 除了這個group不知道什麼東西以外 但整個邏輯上有沒有不能接受的 都可以嗎 好 都可以之後我們來觀察一件事情 好 所以 總共有幾層 12345678 這是一個八成深的網路對不對 好 convolution花掉了多少 parameter 17k 大概 17000對不對 307k 多少k 你們有沒有發現 權重主要集中在哪裡 消耗主要在這兩個 對不對 消耗主要在這三個對不對 這是parameter size 在這裡是最大的嘛 對不對 這邊全部加起來都還不到他 這樣知道吧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這個 這裡是 這裡在做什麼 是forely connected的嘛 forely connected非常的浪費參數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之前那個一樣 這樣懂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group是什麼 所以剛剛那邊我們只是要強調說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 Alex Next 大家如果要去改進它的話 第一個想到要改進的地方就是 似乎 forely connected那個部分是可以改進的 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來看group是什麼東西 傳統的捲機 應該是 input的特徵圖假設12張 新的特徵圖就是由這12張捲起來的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 group的捲機的意思是 假設現在我12張特徵圖 然後我設置group為3 那就是 我這4張特徵圖它是同一個group的 我給它兩個捲機器是負責在group1的捲機 然後有兩個捲機器是負責綠色的捲機 兩個捲機器是負責黃色的捲機 好所以對於捲機的compolution來講 它的參數是不是會變少 為什麼會變少 因為它本來這個input size 它要吃11張特徵圖 它11張特徵圖都要有權重 這樣可以嗎 那 但是它現在有了分group之後 它是不是這張特徵圖它只要有4個權重 不用12個權重 這張特徵圖也一樣只有4個權重 所以對一個group的數目 有等於3的 它的權重數目是不是剩下三分之一 因為它的input size可以被除以3 這樣可以齁 所以前面這裡 為什麼group等於2這裡就可以除以2 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group等於2就可以除以2 好 那為什麼要做group捲機勒 在LXSnake那個時候 你有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做group捲機 是不是 他們就相互獨立了 紅色的部分我可以自己做 綠色的部分我可以自己做 黃色的部分我可以自己做 我就不用管其他部分了 不然以前我們每一個layer 前面的information都需要用 所以group捲機有什麼好處呢 group捲機可以讓運算資源把它分散掉 不但節省運算資源 還可以讓不同的程序 在算不同的部分 他們可以平行 你這樣知道嗎 好 那LXSnake在設計的時候 他們其實 他為什麼要設計group捲機 並不是覺得group捲機比較好 而是因為他那個時候 GPU記憶體還不夠 現在我們用的GPU都32G的RAM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GPU的RAM 應該是4G都不到 那所以說當然就是他需要一些 額外的技術去做 所以這個group捲機 LXSnake在一開始他有用 對不對 可是之後的網路基本上都沒有用 之後幾個比較重要的網路都沒有用 原因是因為 LXSnake當初是不得不使用group捲機 可是group捲機 是不是有一個潛在的好處 他節省參數量 對不對 所以說後來如果你後面的網路又要節省參數量 他又把group用回來了 這樣 好我們繼續往下 那個group捲機的那個 如果我想要做group捲機的話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 就是我要怎麼那個 下指令 我這邊示範一下好不好 我先LibraryMXSnake 就是你在打這個 MX 點這個 Symbol 點Convolution 的時候 我把他問號 這邊有個 number of group 這邊有個參數 Default值是1 Default值是1 就是全部是同一個group 那這樣當然就不需要 當然就是 當然就跟傳統的是一樣的 這樣懂意思嗎 那如果你想要group捲機 group捲機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 這個 你就可以去設置他的這個數目 這樣子 那你的參數就會變少 好不好 那我們大概這邊懂了 我們就繼續 好 那我們繼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三大理論問題 在LXNet上面 是怎麼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是 權重出實話問題 對不對 那因為他拿不到 比ImageNet更大量的資料 所以他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在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Based on ImageNet 訓練的資料 然後繼續 做Transfer Learning 繼續嘛 好接下來 T2消失問題 他使用的是ReLU 在他以前 沒有什麼人使用ReLU 這樣子 好 那考慮到他只有八成生 所以他T2消失問題 應該不太嚴重 那 之後如果我們要做 用T2消失問題 反正我們解法也知道 過度擬核問題 他的權重參數很多 對不對 他代解參數有6100萬 這個數字非常非常大 這個 像你們前陣子在做實 你們上一節 就是上一節 就是其中做的實驗 對不對 你們的整個網路的參數 你們用那個 你們好像 用 Inception Bench Normalization 跟那個 18層的ResNet 他的總參數量 應該都不到6100萬 他真的是又淺 然後要參數量又大 這樣子 所以他6100萬 然後訓練資料只有130萬 那他必須 他有很嚴重overfitting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他用了非常多 擴增 資料擴增的技術去 避免過度擬核問題 然後並且還有dropout 對不對 那個 你有試過加dropout了嗎 還沒吧 對不對 也可以試試看 這樣你可能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貓狗 測試的那個分數 可以再improve一些 這樣子 如果你有設計drop 啊drop會不會很難設計 應該不會嘛 就是你前面不要改嘛 你最後一層 Fully Connected之前 先drop一下嘛 這樣可能 也可以 增加他的能力吧 應該 應該是有希望的嘛 對不對 你說裡面都沒有drop嗎 因為 因為 因為等一下你就知道 為什麼drop後來都不太用了 這樣 好 那 我們來想一下就是 AlexNet設計出來的時候 我們回顧一下 假設你是2012年年底 的人 你是一個那個時候的研究者 你看到AlexNet在比賽中 以大幅度的領先奪冠 你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學他嘛 那學了以外你還想改進他嘛 對不對 改進的可能性在哪裡咧 第一個 那個 代解參數量似乎有點多 因為 主要集中在全連接層的部分嘛 超過97% 那 那個部分如果把它刪掉 那是不是我整個網路就小了 那有可能因此就不準啊 但是 我是不是可以設計更多捲基層 讓他 網路可以更深嗎 對不對 我可以不要把參數都浪費在那裡 好 所以 而且我們知道一件事嘛 就是捲基網路在圖像識別上面 之前的實驗就是比全連接網路好 對不對 就比那個multi layer perception好 所以說 我們應該更 把參數放在捲基層的堆疊 然後不要 花那麼多力氣在全連接層 這樣懂嗎 好 第二個 所以說就是 到2014年的時候 那個 InceptionNet在 他們已經完全沒有全連接層 只有在最後一層 你要做Softmax之前 他才做一個全連接整合而已 但他就再也沒有再用全連接層 這樣知道嗎 好 那個 NXNet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捲基盒的尺寸不一啊 有時候用11x11 有時候用5x5 有時候用3x3 那我什麼時候要用11x11 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對不對 因為我們上一節課有講 就是那個 牛津大學跟那個DeepMider他們團隊 就是後來有進一步研究就發現 捲基盒其實你就一直堆3x3就好啦 你不用堆那些有的沒的 好不好 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GoogleNet的設計 這個怎麼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我這個圖 看不到 我看一下這裡看不看到 為什麼看不到我那個圖呢 這是一個網站是不是 好看我們看這個好了 這個是GoogleNet的設計 我們就看它 我按到了什麼 好這是那個GoogleNet的那個圖 GoogleNet就是Inception Version 1 好這個圖 這個圖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圖很容易點進去 覺得說 Data Input Size 是這個 24x24x3x10 對不對 它Shape是反的 就是跟那個MXNet一樣 它Shape都是反的 這樣子 好這是第一個捲基盒 第一個捲基盒 它是用這個 就是 7x7的這個捲基盒 然後進去這樣子一直往下 這樣這個參數都寫在上面 主要說它padding是3 然後tread是2 就不符為2 然後number of output是64 代表它的那個 Fighter的數目是24 所以這個都看得懂嗎 對不對 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 這邊就是 這就是一個Inception Module 這就是一個Inception Module 我們等一下再講它的結構 好你有沒有看到 最後就沒有Fully Connected的 那沒有Fully Connected LXNet就有Fully Connected 好 所以這個Fully Connected之後就沒有了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nceptionNet 它 這個它的Module是怎麼設計的好不好 就 在 反正 那個中間那個 那個因為VGGNet啊那種貢獻 我們已經知道反正我們盡可能不會用 我們都會用3x3以下的捲基盒了 這樣知道嗎 然後 並且我們不想要使用這個全連接層 所以現在的網路架構我們 能夠用的東西不多啦 就只有3x3的捲基盒 1x1的捲基盒 對不對 Pooling 然後全連接又不想用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要怎麼去設計那個Module 好了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GoogleNet怎麼設計Module 好 這是Inception的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啊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最開始的時候它怎麼設計出來 是那個時候它跟那個VGG 就是那個牛津大學他們是在競爭嘛 所以它並不知道5x5的可以換成兩個3x3 所以說它現在還是用5x5 那那個時候它遇到的問題是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1x1 什麼時候用3x3 什麼時候用5x5 那什麼時候用Pooling 我不知道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什麼都用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那我什麼都用 所以最簡單的想法這樣子Input 我就什麼都用 然後把它疊起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 這個就是初始版的InceptionModule 好 這是要Naive版的 就是最初版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初版的 這個InceptionModule 它要多少代解參數 這樣一個Module要多少代解參數 好 是不是需要 這個 如果Input Size是256的話 就是256的話 是不是要 1x1x256x128 可以接受 可以喔 這個會算它的代解參數 好 那3x3的部分 是3x3x256x192 因為它192個Fighter 對不對 好 那個5x5呢 5x5x256x96 好 這樣可以齁 那3x3的Pooling 就不需要參數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它總共需要多少的代解參數 總共需要69萬個代解參數 其實聽起來不是很多 聽起來應該還好 對不對 比起剛剛lxName那麼多 可是 這個 你這樣子出去之後 下一層的Input的 輸出是不是672x672 那你代表這個剛剛乘256的地方 是不是都要變成672 對吧 所以這一個 如果你設計成這個樣子 你的InceptionModule的代解參數量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成長 你疊太多層 你疊到1000層 那你網路絕對爆啊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人家怎麼改這個架構 就是 因為1x1的卷積合是 可以用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idea 就是 我們本來這個 這個本來是1x1 我們就不要管它了 好不好 那我們在進3x3之前 如果我們先給它加個1x1 聽起來好像參數量會增加嘛 對不對 但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假設我 假設我前面加一個1x1 那這個fighter的數目 是不是同時要給兩個地方乘 一個是 本來是 3x3x256x192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變成1x1x256乘上n 這是你那個1x1的fighter數目 對不對 再加上3x3x2 n乘上192 這邊這個64這個數字是可以改的吧 這樣可以接收嗎 那 InceptionNet這裡給它用了64這個數字 64就是1x3的192 好 然後一樣5x5的部分 它一樣也先給它一個64 fighter數為64的1x1 然後在這裡也有一個fighter數為64的1x1 這樣可以齁 就是它 額外增加了3個1x1的網 的convolution的這個結構 這樣可以齁 結果你發現一件事 它的總參數量只剩下本來的一半 這個也不會很難理解啦 因為 本來是 就是主要就是在這裡在減少嘛 對不對 主要就是這裡在減少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 就是 其實我們如果要做3x3 然後我們的fighter數目有很多 我們前面可以給它一個fighter數目比較少的convolution 1x1的convolution 那這樣它的結構也不會改變嘛 它的那個 但是它的參數量會變得很少 那 可是問題它的 Future 就是Future Map的數目啊 從 是不是本來256然後被壓成64 再還原成192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點這個 就是有點像那個 bottleneck就是瓶頸啊 就是那個 就是有沒有就是有點先縮小再放大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東西我們叫bottleneck的結構啊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因為特徵圖油多變少再油少變多 那這個結構 可以大量的減少代解參數 好 但是這個結構有沒有壞處 這個結構聽起來很不錯嘛 那我乾脆把這個數字射成1好了 好不好 你如果射成1 那它會不會被壓縮到完全失真了 有可能嗎 對所以這個數字齁 通常不會壓得太離譜 那 目前來講壓縮結構大概 大部分不會壓縮超過4倍 那這裡最多是壓3倍嘛 這樣可以嗎 就是原本的input size是256 你不能夠壓超過4倍啊 現在壓成64就是四分之一嘛 四分之一256 你如果壓超過四分之一 根據經驗啊 大概你就會對網路產生比較嚴重的危害 好這樣可以齁 這樣知道那個 如果我們要減少代解參數 除了不要用全連接層以外 下一個需要注意的點就是 我們要使用這個 bottleneck結構 這樣可以齁 好繼續 好那另外 另外 BenchNormization 這個BenchNormization也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這個 我們本來傳統拳擊單元是 Convolution加relu 對不對 那有了BenchNormization 就變成Convolution加BenchNormization 加上relu 好所以這個是 架構的眼鏡啊 這樣子 好那剛剛那些 這些都是獨立的東西嗎 我們可以一起用 一起運用這樣懂嗎 好我們繼續 好 好然後resnet出來 resnet出來這個 就是有這個直通通道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網路的鐵定 是要用resnet這個設計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 這是這個resnet 他在paper上面 他的網路架構 你注意一下 左邊的resnet 是比較 是18層的resnet 他使用的就是左邊的架構 因為他層數比較少 所以參數比較少嘛 也就是64 input64 然後3乘3 3乘3 64 再一個3乘3 64 那這個就是完全沒有壓縮結構 對不對 對於成數比較深的 你看他input是256 他就先用1乘1 壓成64 再用3乘3 壓成64 然後再用1乘1 還原回256 這樣兩個就可以相加了 好所以這邊是不是 就有一個bottleneck結構 所以resnet 他其實是有用前面的那些經驗的 他是有用bottleneck結構的 這樣懂嗎 好繼續往下 那resnet他也是很浪費參數嘛 就我們之前有解釋過了 就是因為他input跟output 他的那個shape要完全一樣 那這個是非常浪費參數的 那所以說另外一個idea就是用dense connection 對不對 那dense connection他的idea主要是因為 對於一些比較簡單的圖片 比如說像這個是ezy dog 那他可以用很淺的層 像lxnet八層就可以預測得很準 那對於一些比較困難的 像這隻狗 他也是隻狗 但是他是比較困難的 那有可能需要用到很深的網路才可以解決 所以dense net等於是把這些網路做一個合併 這樣大概懂意思 好那他這個 他的那個connection的方式 這個我們就 之前就有講過了 那我們來 而且他可以減少參數量 我們一樣用剛剛的算法來算一下 假設input size是28x28x1024 那對於recidue net的話 他需要先壓縮嘛對不對 他需要256的這個1x1去壓縮 所以是1x1024x256 然後3x3 256數目 然後接著還原回去 然後總共需要 他總共需要111萬個參數 這樣懂意思嗎 好接著 如果standsnet固定輸出為16圍 這樣他先用一個1x1的卷積合 然後通常他的結構設計啊 他先用1x1壓縮64 然後再用這個3x3壓縮16 然後這樣再把它疊上去嘛對不對 這個可以接受 那這樣子的話 dense net 他一個modium 他的所需要參數 連10萬都不到 跟resnet有明顯差別 這是dense net他省參數的地方 就用疊了他可以明顯省參數 好 那另外齁 就是除了這個dense net以外 我們還要再講個東西 就是這個 Pooling齁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Pooling Pooling在 就是聽起來他好像 並沒有浪費運算資源嘛 對不對 Pooling就只是把這個 他沒有代解參數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齁 他對GPU來講他比較需要浪費運算時間 對GPU來講做矩陣的乘法很簡單 但對做Pooling很慢 所以說他可以把 但是Pooling有什麼好處 Pooling可以做下採樣子很重要的嘛 就是我把那個原始的 假如說24x24變成12x12嘛 對不對 那他怎麼做呢 他可以用不符為2的捲機器 他同樣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他有矩陣乘法 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基本上 大家比較不用 現在網路比較少用Pooling了 大部分如果需要的話 就使用不符為2的捲機器替代 這樣大概可以齁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好 如果 所以說 我們剛剛已經講那麼多東西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設計出一個 精準的網路 你需要怎麼辦呢 好 在總參數量相當的狀況下 比一個比較深並且比較窄的網路 他比一個比較淺 但比較寬的網路 比較來得準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嘛 因為我們ResNet就想解決這個問題 好 另外1乘1的捲機核 不但可以拿來做非線菌轉換 就1乘1的捲機核 在上一節課的時候 他主要是拿來當做這個 就是 Multi-Layer Perception版的Convolution來用 但他實際上也可以拿來壓縮參數 好 那整個網路的Module 整個網路的那個 結構 大部分是以Module的形式在中間循環 那我們只要設計好一個Module 舉例來說像剛剛InceptionModule 我們設計好了 我們就不斷的重複它就好了 或者是ResNet那個Module 那這樣子就解決了 然後Module跟Module之間的連接 因為梯度消失 我們一定是要使用 Recidual Connection或Dance Connection 然後 不要使用全連接層和Pooling 網路的特徵數 隨著層數堆疊有少到多 好 然後最後還有這個Sequence Excitation Mechanism 這個是激勵壓縮技巧 這個激勵壓縮技巧 它可以有效的 就是用很少參數 然後提升這個模型性能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 整理到這裡為止 我們就學到了上面幾點了 就是上面七點這個設計網路的技巧 那這七點觀念的輔助下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ImageNet 如果在 如果現在想要這個 準確的分類 那基本上要設計出一個 在參數量沒有限制的狀況下 你要設計出一個很準的網路 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懂得意思嗎 可是現在我們還有個挑戰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有GPU啊 那舉例來說 我們今天假設想要做一台自動駕駛車 那個自動駕駛車 我總不可能車子裡面放一張GPU吧 倒也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耗電的問題 那GPU是很耗電的 那我車子能夠提供的電能 就沒有那麼高嗎 所以說他運算資源相對有限 所以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進一步 把網路的那個參數量 再進一步的壓縮 畢竟大型網路只能在雲東環境下運行 對不對 好這就是之後的研究 必須要進一步的這個 進一步就是 發展的部分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先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好不好 就是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就是我們重現一下 Inception Module的推理過程 那怎麼重現呢 好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先把這個就是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讀進來 好放在Lesson 9 好這個這個不要這個不要 好這個是我們Inception Net讀進來之後 然後我們做一個Predictor 我們做什麼Predictor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想要看什麼 我們就是 我們剛剛這個O layer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現在Focus的目標 我們要從哪一層到哪一層 我們要重現 從Pool 2 Output到 這個 這個 CH Contact 這個 3A Contact Output 這個過程 也就是我們要重現 Pool Output在哪裡 Pool 2 Output 從這裡開始 到 到 哪一個過程 CH CH在哪裡 怎麼那麼難找 到這裡喔 怎麼那麼遠啊 好 就是我們要做完一個 我們要做完一整個 這個Inception Net的這個過程 Inception Module的過程 好所以就從Pool 2開始 然後這個 它總共有四個Layer 分別是1乘1 這個 就是它總共有 這個很多個這個Output 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做到這裡為止 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如果要MXNet做 就是把它全部都抓起來 然後把它Group起來 這樣可以嗎 就是把它Group起來 就解決了 那我們最後一層主要是它 最後一層主要是它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先把Model的這個 先把Model的這個參數 先把它縮小 就只要這些 然後把它Group起來 這些是我們要的 把它Group起來之後 做執行器 做執行器之後 把參數Update進去 執行 這個X找不到 X不是在這裡嗎 ResizeImage Not Found 哦這裡 這裡我要把它Resize成 224x24 我沒有這個 那我就用Resize這個 好我把它Update進去 然後執行 好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你總共有Input跟Output 好對於Input1 Input就是一張特徵圖嘛 這張特徵圖它的Size是 27x27x192x1 然後它的數字咧 它的數字就是這些 那Input 你就要從Input開始 然後去Check說 就來說到Output為止 根據那個Input還有裡面 全中的運算 然後你要得到一模一樣的Output 好這就是我們要的這個工作 好不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啊 好那我這邊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要重現Inception 要重現Inception Module 其實就是這個過程是很複雜的 為什麼 因為 它同時有 它同時有好幾個那個 就是它同時有四個結構 對不對 它同時又要Convolution 又要 又要這個 又要這個 1x1的Convolution 又要3x3 又要5x5 又要Pulling 對不對 然後最後把它疊起來 所以這個過程蠻複雜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我們先自己設計一個 捲機推理函數 這個捲機推理函數 是 你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用的喔 就是我只是把MXNet裡面 它把它寫成就是捲機推理函數 就是Input Array進來 然後你要給它 它的Wait跟它的Bias 那 它就可以幫你捲機了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總共是一個 四層回圈的捲機 四層回圈 四層的回圈這樣子 所以這個捲機運算 其實在CPU裡面算起來 老實講還蠻浪費時間的 好有了這個函數以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函數 然後把Input變成 1乘1的Output 就1乘1卷機的Output 我們就用1乘1的Wait 跟1乘1的Bias 然後我們來用它 然後我們來看看 買Check1跟Check1 它有沒有不一樣 它答案是幾乎一樣 這樣可以 差距那麼小意思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 我先取絕對值之後 然後再平均喔 所以這個這個數字已經夠小了 好那接著我們再來 因為它有BenchNormalization 這個是BenchNormalization的這個P量標準化推理函數 我按到那個廣播了 那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可不可以不要讓它出現了 好討厭了 常會按到 好那這個一樣就是BenchNormalization怎麼做 就是先減掉平均值 然後除上 呃 開根號之後的便義數加一個小的數字嘛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Gamma再加上Beta 所以我們的BenchNormalization 同樣也可以做一個Check 好一樣也是幾乎沒有差異嘛對不對 好繼續來 然後再做一個Pooling的函數 好這是一個Pooling的函數 Pooling就比較簡單了啦 對不對好 那有了這幾個東西以後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就可以看著它的Modium做了 首先我們就是先1乘1要做嘛對不對 1乘1剛剛已經做完了 然後再做這個1乘1再做3乘3 再做1乘1再做5乘5 再做Pooling再做1乘1 然後再把它疊起來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 我們就可以做這些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全部做起來來看著 好先看1乘1的部分 Input進來 然後把這個1乘1的weight跟biased weight給它 然後再BenchNormalization再radio 這樣可以齁 好然後接著 一樣3乘3 先1乘1 1乘1先reduce reduce完之後 BN radio 然後再convolution再BN 再radio 好這樣就結束了對不對 接著5乘5的咧 一樣先reduce 先這個 先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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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回來 好reduce回來以後 注意件事情喔 reduce回來 就是這是1乘1的嘛 然後BN radio之後 因為它把一個5乘5換成兩個3乘3了 所以 經過兩個3乘3 3乘3BN radio 3乘3BN radio 這樣都出去了 這樣可以齁 好然後 pooling呢 先average pooling pooling pooling完之後 compulsion 1乘1的compulsion radio出來 那接著就是把這4個 把它bite起來 就是把它疊起來 像dance connection那樣把它疊起來 全部做完之後 做完了沒 怎麼那麼慢 全部做完之後 如果你把myoutput跟output去做相減的話 你會發現答案幾乎一模一樣 沒有Aby的這個函數喔 好 答案幾乎一模一樣 好 那其實齁 我們現在把這個練習題齁 這個你們都沒有做出來嘛 對不對 但是 把它寫下來齁 呃 就是讓你們可以 一行行去試啊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如果你要學習一個網路的架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不要靠 mxnet 你就真的自己一步一步把它推理出來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欸 你就 你就很清楚它是怎麼算的 那個過程大概是怎麼運算這樣子 這樣後面如果有group卷積的話 我也建議你可以這樣搞 好不好 不過我們後面就沒有這樣的練習了啦 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欸 我們之後好像都不會有這種就是 重新推理的練習了這樣子 之後的課程 因為 這個就 如果你這個也會的話 大概就會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剛剛的網路都太大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比較 呃 lightweight size的這種網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張圖齁 這個一張圖是什麼呢 這個是 欸 這個圈圈的大小 代表著我們所 我們的 就是那個 欸 權重 代解參數的數目 代解參數的數目 越大代表代解參數越多 這樣可以喔 那這個 右邊的這一個 是代表我們要做的乘法的數目 好 有很多 有一些網路如果你比較深 但代解參數比較少 你要做運算可能反而比較多啊 對不對 所以右邊這個軸是 所需要的這個運算量 X這個軸是運算量 然後這個軸是準確度 這個軸是準確度 好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這個 NXNet NXNet在這嘛 對不對 要的運算量 又 要的運算量不大 可是參數量很大 準確度很差 對吧 這個圖裡面最好的部分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準確度最高的是這個 Inception Version 4 Inception Version 4是什麼 我們不是有講過有 Inception Version 1 Inception Version 2 就是加了Bench Nolization 對吧 Inception Version 3 是把 3乘3再改成1乘3和3乘1的結合 對吧 那Inception Version 4呢 Inception Version 4 就是Google在2015年 看到 Microsoft的ResNet 碾壓它以後 把它的Res Connection 超過來 所以就變得 Inception Version 4 所以Inception Version 4 是 你看它的參數量又少 準確度又高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好好學的東西 對不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VGG啊 這些 這些就是大量使用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大量使用 那個 Folytonetic Layer 所以它們的權重藥都很多 所以它們都被淘汰了 這樣知道嗎 這個圖在這裡的一定比較好 這樣懂嗎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思考一下 Inception系列的網路 普遍都不需要太多的參數量 它們的球都很小 對不對 但準確度似乎都還不錯 對不對 就ResNet先不要討論 ResNet它比較高科技 對不對 InceptionNet似乎 似乎 似乎比起其他的競爭者似乎是蠻有優勢的 為什麼它好 你們要不要回答一下 為什麼它好 好啦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原因 好啦 好的原因喔 是因為InceptionNet它其實是 多通道設計 多通道設計 是不是跟Dance Connection很像 就把它疊起來 對不對 這樣它每一個 它每一個通道用的參數都不多 對吧 欸 你有沒有想發現一件事 就這個東西很像 很 就是 這個多通道參數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就是再極致一點 它本來只分四個通道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多分一點通道 可以喔 你看喔 就是這個 何凱明 他就是那個Microsoft 那個ResNet的那個第一作者 好 他從Face 他從Microsoft跳到Facebook的時候 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把原來的ResNet ResNet長這個樣子 我把它故意開成多通道 這樣出去 那怎麼通道呢 它本來 本來Input Size是256 對不對 256它把它先壓成 256 它把它壓成四圍 我們這個壓縮量好像過多了 對不對 這壓縮量好像太多了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這個壓縮量不要超過 四分之一嗎 對不對 它似乎壓太多了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它通道多 對不對 好 4 那壓成4之後 然後再過3x3 這樣它是不是這邊 要有參數量極低 然後再還原成256 然後把它全部 弄了32個之後 再把它加起來 反正這個ResNet版 就可以用加的 對不對 加法 加起來之後 再跟原來的Input 再把它加起來 所以它的Module就改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 它改成這個樣子呢 原因是因為 從 就是何凱銘的觀點 他覺得 這個InceptionNet 它的每個通道 用不同的設計 這個太太人工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那以後我是不是 我現在有四個通道 我以後可不可以有七個通道 反正我的設計 不一樣的東西就好了 所以它現在希望 是透過重複的設計 然後把東西就是把它 變得一致化 那通道數變多這樣子 那 所以說 它比起Inception Module 它的每個通道設計 因為是一致的 所以它方便擴展 那個32 我完全可以把它改成64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不是眼睛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來看 它一開始的時候 idea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它馬上想到一件事情 那我這裡是用加法 對不對 加法是不是很浪費參數 所以我可以用contact 對不對 用DanceNet的那種連接法 DanceNet的連接法 我這一層就不需要了 我可以直接把 32個4 然後全部把它contact起來 那這樣總共的 output size 是不是32x4 是不是128 128 我把它contact起來 我再讓它還原回256 128 我讓它還原回256 不就解決了嗎 然後我這樣兩個就可以相加了 對吧 從這裡演進到這裡 是不是節省蠻多參數的 好 那 演進到這裡之後 我可不可以再演進 我可以再演進啊 那我可不可以 我中間這個過程 是不是實際上就是把 特徵圖分成了32個group 我實際上都把特徵圖分成32group 然後我每group做完之後 我再把它用一層 就把它還原回去就好了 我中間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group卷機 這樣懂你什麼 還記得那個group卷機講什麼樣子嗎 是不是就是每一個特徵圖把它分開 那是不是有點像多通道的感覺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group卷機好了 是不是像那裡分了三個通道啊 這樣懂意思嗎 喔 所以其實 其實group卷機 剛剛我們一直沒有講 對不對 現在又被剪回來用了 好 那 所以說 何凱明就做了一個實驗 他 Paper中使用 就是 他這邊就是C C就是那個group參數 group卷機 他在三層上的部分用group卷機 那這樣他就設計出了resnex50 好 這個resnex就是那個 你在那個mxmodel rule裡面 我說那個最準的模型 就是resnex 就是這個模型 這樣看得懂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何凱明的實驗結果 就是當他使用50層的resnet的時候 這個 他的baseline準確度是長這樣 然後他 他的resnex 這個是group的數目 group group從1 到32 這個type1 error似乎在越來越下降 對不對 然後同樣 101層的 也有一樣的結果 對吧 我現在想要 帶大家 感覺一下那個品味 就是你讀文章的品味 你看著這張table 你有什麼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你有什麼想法 我們要發表一下意見的 來我們先聽聽你們的說法好不好 來 凱傑你看著這個 table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看法 resnex好棒 resnex好棒 grouper越多 這個準確度越高 對不對 對吧 他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我們看paper 你常常要看到這個underline的 東西 好不好 這樣table有沒有什麼 會讓你提出問題的點 這樣子 凱傑想不出來 東章看得出來嗎 乘數 乘數 他就50乘數 你覺得他應該還要做200乘的 這樣是不是 是不是 你剛剛50 50 這樣 好沒關係 就乘數不是重點 好不好 我來帶你們 了解一下 就是 我的品味好了 就是我怎麼來看這張圖 的 看這張圖的時候 我想 我想最直接的疑問 就是 你做到32了 準確度不錯 對不對 你要不要繼續做64 為什麼他不繼續做64 不是他現在group 124832對不對 為什麼不繼續往下做到64 或者說繼續 group的極限是什麼 就是你原來的 input的那個feature數目有多少 你group的極限就是那個嘛 你為什麼不做到極限 為什麼做到這裡就停了 難不成 至少要有四個特徵圖為主嗎 這個就是何凱銘隱藏他的實驗結果 我認為他有做 為什麼他沒有秀出來 因為後面的paper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擴展到極限 準確度不見得會上升反會下降 除非你在設計一些其他的結構 這樣懂instagram嗎 所以你看paper 有時候你要 就是你要對那個數字要敏感 也就是你要知道說 其實 他現在看起來結果好像很一致啊 就 group的數目越多 準確度就越 錯誤率就越低對吧 他為什麼沒有做到極限 你不要告訴我說 Facebook運算資源不夠啊 沒有這種事情他一定有做 只是他可能結果沒辦法解釋 他就跳過了 好 我們來就是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需要觀察到的事 好那google團隊看了這個paper 他自然啊 這個他們是同時做的還是 resnext先的這個我搞不太清楚 這可能有可能是同時做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google的研究團隊 對齁 他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想法這樣子 欸 那 我 他也是想把 也是根據那個 inception的modium去改 然後我要把它group轉機嘛 對不對 可是他的極限不就是 極限就是 我的group數目 剛好等於我的特徵圖數字嘛 對不對 這是極限的狀況嘛 那 顯然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件事啊 就設計resnext的人並不蠢 那為什麼他不把他全部 他不把他弄到極限呢 這個極限的 group轉機有個特殊的名詞 叫 dipwise 這個 separable convolution 就深度可分離的卷機 你是我把每一個特徵圖當做group 這樣去卷機嗎 好 這個東西齁 其實因為 準確度會下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google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他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 如果 我在最後一層的時候 我不使 我使用radio的話 準確度就會下降 如果我直接使用linear output 我就不做非線性轉換了喔 我的準確度就會上升 我這樣懂的意思嗎 就是為什麼group卷機我就不做非線性轉換了 我們之前不是說非線性轉換是必要的嗎 因為group卷機本身就是一種非線性 盤數啊 懂嗎 你強迫他分離啊 這本身就是一種非線性啊 這樣知道嗎 那我 這個group卷機他對東西有危害 所以我不太能在非線性轉換了 因為非線性轉換會損失訊息嘛 對不對 你非線性不是把0以下就捨掉了嗎 那你有一些訊息就損失了啊 對不對 所以不使用 在最後一層不使用非線性轉換 這被google發現 他比較好 所以使用debtwise 那個 separable convolution的時候啊 他其實 最後一層 最後的時候 不能夠使用非線性轉換 不能使用active function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流程喔 就是這個東西很省參數 但是問題是 你要注意喔 他不能夠隨便使用非線性轉換 這樣子喔 好 那一個更大的眼鏡在於 之前為了減少網路的參數量 都使用一乘一的卷機盒進行壓縮嘛 但是這明顯會造成信息上的損失 那 現在最新的研究 這是2018年的google的研究 他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們反而 因為我們現在 對於這個參數量已經節省很少嘛 你已經 你group卷機用的參數量非常少嘛 對不對 因為你group卷機還可以再處理group的束縛嘛 那你幾乎不需要參數量了嘛 所以你現在 你反而應該要避免 因為group卷機造成的這個prediction error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 本來是bottleneck結構嘛 我們現在變成inverted bottleneck結構 就是反而本來是 先變小再變大 現在反而是先變大再變小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現在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叫mobile net mobile net 顧名思義就是在 那個mobile上面用的net 所以他網路很小 這樣大家懂意思齁 好 所以他是先expansion 然後再還原回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這個是因為google團隊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這個四邊馬氣齁 我們下一節課會教 那這個都是input他原來的圖長這樣 如果你的 你的那個dimension是2 也就是你壓縮 你這個壓縮 你這個 這倍數是2的話 他的這個 這個就會有很大的損失 那你要到30的話 他損失才會回來 這樣知道嗎 就是debtwise 這個 那個separable convolution 會對信其造很嚴重的損失 這兩張圖長得還比較像 對不對 這邊馬氣的目標是壓縮解壓縮模型 所以他input跟output 要完全相等 這邊聽不太懂沒有關係 就是等到下一節課 我們上完這個東西以後 你再回來看 你就看得懂 這樣子 好 所以說他的結構都是 他的bottleneck結構都是 六倍回去 這樣子 就是 先放大再縮小回來 這樣可以 好 這個是 那個mobile net 好 那mobile net 有了 有了這個 就是mobile net 以後啊 對不對 不過 我們還有其他方式可以節省 節省那個權重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方式嘛 就是 我們都只有三乘三的地方用group 對不對 我們剛剛都只有三乘三的地方用group 那一乘一的地方 可不可以用group 基本上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假設你一乘一跟三乘三都一直用group 這樣他們就永遠不溝通 永遠不溝通的話 這樣子 顯然 訊息是不交流的話 這樣子 這個神經元不能跟那個神經元做訊息的交流 他的準確度會很差 所以這個樣子是不行的 就是你不能夠每一層都用group 你只能中間偶爾穿插一層這樣懂吧 好可是 有一個東西叫shuffle net shuffle net shuffle net idea是什麼呢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到了這裡 我先把他先隨機的組合 我就故意把綠色丟點過來 然後紅色丟點 藍色再丟點過來 紅色丟點過去這樣子 那這樣不是被shuffle了嗎 被shuffle之後 他在這裡繼續用group卷機 是不是訊息就有溝通了 這是shuffle net這樣子 那他又可以更節省參數 為什麼 因為他連一乘一都可以用group卷機 本來一乘一是不能用group卷機的喔 現在他連一乘一都可以用group卷機了 但是就是目前的GPU 對shuffle運算相當浪費時間 就是 所以他反而會增加運算時間 但是這個idea還是很重要的 這樣 因為未來很有可能shuffle運算會 這個 就是 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 隨機 他不是隨機啦 他預先設定好哪些要被組合過來這樣子 這個 這個運算的時間如果變短了 那shuffle運用就很大這樣子 他很節省參數量嘛 這樣子 好 所以 目前要把網路縮到很小很小 我們好像學了一大堆 又新學了一大堆技巧 可以去節省網路的參數量 對不對 好 所以那個網路設計的邏輯大概就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要上今天課程的另外一個部分 今天課程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要教你 怎麼樣把這個就是網路預測邏輯把它Present出來 那這個我們就是要求大家 強烈要求大家 全部都要會 一定要會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好不好 這個paper 主要是根據這篇文章出來 叫 Lending Deep Futures 這個 的這個paper這樣子 好 這個圖 他看不懂沒有關係 反正 我們來跟你解釋 為什麼他這個圖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今天一張圖進來 經過一大堆conflation 到了最後一層之後 他是不是會根據 他是不是會 40 他是不是會 做Average Pooling 就把它Pooling成 就是假設有三個數的話 就三個數字 然後這三個數字 是不是會經過 40 Connecting 然後出去給Output 對吧 那是不是 這個40 Connecting的權重 是不是就相當於是 對這一層的加權 那我可不可以把W1乘上他的Output 再加上W2乘上他的Output 全部加起來之後 我很有可能就會得到一張特徵圖 那這個特徵圖 數字越大的地方 代表我的Information 大部分是從那裡來的 那這樣子我們看那個 主要是貢獻於哪裡 我們就知道主要是這個圖的哪些地方 在激活那個最終的那個輸出這樣子 好那怎麼做咧 我們一樣就是 我們先這個 我們先 就是先用一個這個 就是 就是我們先這個 就是我們來用示範一下要怎麼做好了 然後我們這裡是不是要先下載一下這個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 這個Library裝上來 不過你們的那個伺服器 應該這個 這個已經裝過了 你們直接Library就好了 這樣子 因為你們用的是Dock Dock那個裡面我已經裝過了 你們不用再裝一次 好 那只是說到時候到你們的這個 電腦裡面就要裝了 因為這個這個不好裝 這個是BioConduct套件 這個不好裝 好 那我們先用我們用一個DanceNet 這個DanceNet來示範好了 那DanceNet你可以在這裡下載 好不好 這是一個相對較小的模型 這樣比較容易示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建議你們等一下試玩的時候你們可以換圖喔 就你們可以換圖 現在我用的圖是一隻鯊魚這樣子 EBI Image沒有 沒有EBI Image 為什麼 為什麼不給我下載EBI Image 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我先下載一下這個東西 哇 他不給我下載喔 那我不是又要換那個了嗎 等我一下 好那我們先把圖下來下來吧 你們可以換別張圖啦 就是 而且換別張圖應該會比較好玩 這樣子 他叫 TEST 然後 我把它上傳上來 Upload TEST 好 然後我把它讀進來 TEST TNG 好 好 這樣進來了 至少 這個 好 你們可以用那個下載DanceNet來用 但是我沒有要用DanceNet這樣子 我等一下不會用DanceNet 我等一下 就用DanceNet好了 好 那我們先把Model讀進來 我還有這個東西要讀喔 我看一下我在這個File裡面有沒有那個東西喔 有沒有那個Predge 應該 我這個檔案應該是在 我這個檔案是在哪裡喔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Red 然後Open Database ImageNe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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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檔案在這裡 可是我的是英文的 你們可以下載中文的啦 這一個是它的類別 好 然後我這邊 我這邊 隨便下載 我隨便用個Model 我的Model 我用的Model 使用這個 我使用PretrainModel裡面 這邊這裡好了 1點 Raw Model 然後我這邊 用 我用Rex18就好了 就不要 好 那我這個名字不改就算了啦 反正我只 我這個讀進來 是差不多的意思嘛 好 那你看我把它讀進來之後 然後 Level name讀進來以後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GetOutput 那GetOutput之後啊 我 我需要什麼東西呢 我需要 看一下它的這個 它最後幾層 因為我要最後一層的輸出嘛 對不對 好我們需要最後一層是這個 ReviewOutput 在Pool之前的這個 特徵圖的輸出 這樣可以嗎 這是特徵圖的輸出 還有這個 最後的這個SoftMax 這是我們最後分類的這個輸出嘛 對不對 好所以一樣就是 Review1 Output 跟SoftMax Output 我都要 有了這兩個之後 我就可以做執行了嘛 執行器 就把它Run Run完之後 我們來看執行器的結果 裡面是不是就有 Review1 Output 跟SoftMax Output 兩個東西 這樣可以齁 那我們來看SoftMax Output 答案 是不是我們要的啦 好不好 好 那 在 那個 我 我沒有先把SoftMax Output的結果 先做一個 先做一個輸出 好不管 我們就不管 我們那個按 我們就 我們先把這個 Predict Position 這個就是WhichMax 就是我們拿到這個 Prediction Output的Position 對不對 我們是第幾個類別 那這個是我們把這個Fully Connected的那個 權重把它抓出來 然後這個是Review1的Output 就是那個Future Map 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這個 然後我們這一個 我們要用的 我們這個改成Dimension Future 第三個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叫CAM的東西 CAM就是什麼咧 CAM就是我們剛剛把每一層的特徵圖 乘上每一層的這個FC Weight 這樣 乘上來之後 把它加上去 就一直加一直加 加上去之後 最後你就有一個CAM1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繼續 然後接著 CAM1 跟CAM2 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 這個我們是使用MxNet內建的函數做運算 它會比較快 那我建議大家使用的是 就是CAM2 這個運算的方式 這樣子 好這個是用Mx內建的方式去做運算 這樣可以 這個 這個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Future這邊就不用了 Predict Position還是要 Future就不用了 好 如果你這樣運算的話你會發現 欸怎麼那麼慢 哇靠 掛了 好這個Dimension是錯的 我這裡這裡打錯了 這裡這個數字是那個DanceNet 我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 我要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好這邊應該是512才對 好這樣子我的那個CAM2 就是 CAM2應該跟我的CAM1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用CAM2繼續做 好不好 好我們一行行來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了CAM2之後 我們可以先把圖畫上去 那圖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套顏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圖變黑白的 然後再Plot 好這是一張黑白的鯊魚圖 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我們給的這個Color 這個Color 顏色你可以自己改 就是你 那個色階 就 越重要的顏色越什麼 就是我們 這個顏色你可以自己改 改了以後你可以把CAMMAP 它的Dimension本來是 它的Dimension本來是7x7 但這張圖應該是24x24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它resize回24x24 然後接著 你透過這個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每一張顏色 然後你可以把它Plot上去 你有沒有看到 它看的地方是準的 對吧 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Predition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那個LabelName看一下 看出來 欸他認為這是Shark 這沒有錯嘛 對不對 這是Shark OK齁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可視化結果 這樣懂了嗎 好 那我們這裡就是讓你 就是請你 哇我居然把resnet做完了 原來我的 原來我的 原來我後面是做resnet 好啦好啦 你們就把 東西重複一次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你看看你的結果啦 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好那這個 練習大家都練過了嘛 對不對 好可是練習齁 我們來 給大家一個坑啊 就是 呃 就是最後你畫出這個 大概不會有問題 這樣子 好 那可是啊 可是我們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用InceptionNet的話 假設你是用InceptionNet 欸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你如果真的 你就重複我的過程 你用InceptionNet的話 你會發現 他必須要先減去平均 然後再預測才會準 為什麼咧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 前處理不一樣嘛 對不對 這個 呃在練習的時候 好像東東都發現了 有時候要前處理 有時候不用前處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原則上 你要去找他 你下載 比如說MXNet的話 他好像就有寫他 MXNet Pre 喔 我忘了還沒有廣播是不是 好 MXNet Pre-Train Model 這裡啊 欸 我 我想一下 Glong 我記得他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其實是有寫的啦 你看他這邊就有寫說 他通 他用這些model 他的min通常 他是 範圍是多少到多少之間啊 然後你要減去多少min啊 然後他standard deviation是什麼 是多少什麼 就他有一些前處理的流程啊 這樣子你要完全參照他 好 那可是為什麼 ResNet不用前處理呢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樣子啊 就是 如果你仔細去看 InceptionNet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他是先convolution 再bench normalization 但是 ResNet是先bench normalization 再convolution 那bench normalization 是不是相當於一種標準化 那 剛剛他前面做那個減平均在 那個不是也是標準化嗎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要方便的話 就是你自己在設計網路的 你可以其實第一層就直接設計 Bench normalization就好啦 這樣你就 不用做前處理了 那是在自己的網路啊 你要用別人的網路的時候 你就要follow人家的 rule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以後 一般來講我們在設計自己的網路的時候 我們第一層就先bench normalization 這樣我們 網路連前處理都不用做 這樣大概懂意思了嗎 好 所以你看到有 前處理的這個bench normalization 然後你去看那個 bench normalization的min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數字 事實上就跟前面那個數字是一樣的 他其實就是減掉這個平均數 再處理這個標準差 這個其實就是 一般他們去處理的時候 都是處理12315102 這樣 因為你在training的過程中 他的min跟那個 他的min跟那個variance 就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這樣懂了嗎 好 所以他的前處理過程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他們其實就是bench normalization layer的時候 就固定gamma值 那這樣他就不會亂乘數字了嘛 對不對 那接著就是做一個這個 減平均 再處理標準差 的過程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所以那我們今天課程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就是 我們主要今天講的就是 這個model結構 他的觀念的演進 然後並且最後就是這個 用這個 class activation mapping 然後去讓你知道說 這個model他是看哪裡 這樣可以 好 那 那個 另外就是 model設計 我們現在主要喜歡用group convolution group convolution 而且group convolution 有什麼 他其實比較像是稀疏的連結 他連接沒有那麼完整 對不對 那跟我們神經元比較像 因為我們神經 在連接也不是每一個神經元 對所有神經元都有連接 對不對 他通常只是連一些而已 所以他比較高效 這可能是 為什麼他準確度還是滿高的原因 這樣子 更像我們大腦 好 那 這個可視化部分 反正 以後model做出來 原則上就是要可視化 不然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做得好 對不對 不過這個可視化的 模型只能用在這個 classification model 結果 之後我們object detection 他直接就告訴我們他圈哪了 這個不需要他可視化 這個不需要可視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下一周 我們要 就是從下周開始我們會講應用 我們會再講應用 下一周我們會先講 那個 壓縮解壓縮模型 聽起來沒什麼用 但是他的基礎 這樣 然後再下一周會講這個 物件分割模型 再下一周會講物件識別模型 然後之後會講文字 然後最後會講那個 就是無監督模型 就那個對抗生存網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到這裡 好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